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虫虫 虫虫呢今天给大家更新一期网友的录像 这些都是大家发给我的 黑糖牛奶呢是我群内的玩家 这里边呢第一盘录像是他的内间主视角 这几盘内间主视角全都是这几盘主视角玩家啊 就非常的逆天 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是比较有趣的 这里江维寻有槽子都是可以有的 观音频稍微弱一些 那这边他选了一个江维 孙权主公局呢原主委的这个江维是比较偏中类的 选江维可能要做好被周围这个反贼盲局的准备啊 人家可能没有举例打主公就给你一刀 场上这些武将呢那间最难控的就是流氓云 主公这里边挂了个简衣码 我们看啊场上能当忠诚的人啊 也就是流风成功表友嘲讽一下啊 给力一些别的武将不是很适合当中 祝龙离孙权也远 但是当中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自己是内奸啊 他是内奸还行 当忠诚真的拉不到嘲讽啊 然后赵云果断跳钟 嗯其实有斧头有九杀 不需要冲直接冠也都好了啊 然后这里边咱们看一下祝龙吧 祝龙要是忠诚的话 可能主公就要悲剧了啊 成功加庞德都是比较蛋疼的啊 然后祝龙这边跳反 那对江维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反贼并不是很强啊 尤其是祝龙最尴尬的位置 好这里边刘峰他手牌一出 跳反杀的这个江维也是撸了一下孙权的牌 这里啊我们看一下 小内这里边是决定续报了 因为虽然我个人觉得成功更像忠诚 但是呢 反贼一个是说点我一喜啊 再一个就是说 待会可能点我一剧人头就要被孙权收了 所以这个他的乐不似水没有轻易乐 没有乐旁逗也没有乐成功 没有盲乐 虚报了 嗯 刘峰不是张合啊 一旦偷了你的牌他还用不了啊 只是放在他腻里头了 这里边有成功保养的话 孙权还是比较幸福的 那我们看一看孙权这位核有没有这个爆发 把点尾收了 要不然点尾一血 待会自杀拼孙权一血也是比较伤的 反贼的这个将面呢 没有什么输出 刘峰缺距离嘛 嗯 祝容也是啊 祝容这种武将可能会断杀 可能会缺距离 他其实祝容这武将当内奸不错啊 他这个好处就是诗语将不怕雕权能力剑 然后呢 吃AOE啊 所以他当内奸的时候 我觉得更好一些 这比呢 他把决斗拍成功了 乐不思蜀一旦依然没有用啊 我觉得他是可以乐上成功的 对吧 你把成功给乐上 因为有名册 孙权简一马是名的啊 成功的装备也是名的 名的名册啊 你这个可能待会祝容就要死 节奏 看刘凤我们的桃子 对吧 祝容要挨两刀呢 赵云一刀 你看主攻都直接乐将尾了 就觉得祝容必死了的啊 唐德这里边出桃旧了 啊 我觉得刚刚把重演了 让他起乐一下比较好 他身上装备都是名牌名册的 这里刘凤决决定把祝容收了 可能他也是没有摸到桃子 我们这里边留一张火杀 对吧 成功如果待会腾甲不露了的话 咱们挑衅掉加一马 可以杀成功 好 成功这里边亮了一个名的方片 还是没有闪的状态啊 那待会火杀就要发挥作用了 这样的话 估计刘凤会配合将尾把这个加一马撸了的 我们这里掉血啊 对 这里刘凤就是配合将尾啊 把加一撸了 咱们做掉成功打这种五人局 对吧 2V2V1还是可以打的啊 然后这个勒布斯索啊 将为这里边应该考虑勒一下孙玄 孙玄应该可能会有闪 对吧 如果他被勒了 他可能就出闪了 让庞德其他一张牌 孙玄找过杀 射手能量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 如果流氓云这个位置换另外一个武将当中臣啊 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说你能做什么呀 你不就是白板吗 你是个白板 你都出的 对赵云 对周龙出的起杀 然后裸摸斧头九杀 也杀得动点为啊 从此以后就是白板了 没有用牌能力啊 反贼吧 输出是不怎么够的 我觉得将为那刀可以不杀庞德 他可以考虑不杀庞德的 这样的话 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好 因为赵云他三血三排啊 又收了人头 你打不动他的 你很难打动 谁敢杀 谁敢杀赵云啊 刘峰也不敢杀赵云嘛 刚刚他可以考虑中顺手牵羊 把杀留在手里 这里面刘峰没有办法啊 其实要说刘峰单挑孙权是比较有戏的 但是这种啊 一打二的话 或者将为在这里边打酱油的话 刘峰也是比较难打 孙权这里边过拆还是考虑 哎呀 他是怕刘峰杀的啊 拆刀也行 可以吧 这样刘峰只能再靠自己裸摸距离啊 好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机会啊 赵云两排 两血一排 咱们把他血线压一下 因为现在暂时没有人杀姜薇 好我们又多得到一张杀 那待会儿刘峰这个逆就要悲剧了啊 咱们可以挑到他的嘉义马啊 看看将为怎么打吧 有没有机会清场 这里刘峰没有距离就杀上了 我们看看将为怎么打啊 看他来排吧 最好有过拆吧 嘉义拆了什么的 啊 他这里还是选择过了啊 嗯 也好吧 还是想等这个孙权 他们杀一杀刘峰再说 对吧 那这个刘峰的装备 无论人王还是嘉义 都是很嘲讽的啊 好这样我们四血还可以更好的虚报 还可以多拿点杀 机会来了 嘉义没有了 这样 秦英他悲剧了 那个刘峰是我们工会的啊 他这个他很很他很幽默的 刘峰云这个裸奔 嗯那机会来了 好我们这里边 也不需要怎么样啊 我才发现将为怎么挂嘉义了 没法挑衅嘉义嘛啊 正好流氓又给拆了 挺好 然后这就是 我有何罪 我有何罪 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见过夏侯爸 咆哮这个流风的啊 这是又一发 嗯我们这里边就是收赵云啊 然后杀正好够杀孙权的 好了然后这样这局比赛就结束了 逆天的将为 嗯其实我觉得赵云不够给力啊 如果给力的话呢 其实前期成功帮孙权打出这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优势啊 再加上反贼的选战问题真的不是很强 所以你这本来庞德就挺弱的 然后祝容卫就不好 所以就是主张优势没有稳固下来 对吧 嗯好 然后这局比赛就给大家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第二盘录像 这盘录像的小妹呢 他叫死亡噩梦啊 他也是很逆天13句一个玩家 谢谢他提供的录像 啊这里边他选了录迅啊 其实就是说 韩当福安马代都是可以当妹的 成谱稍微弱一些 这里边陆神像嘛 咱们玩的就是一个娱乐 然后他发过来的时候 他叫做梦游的录迅啊 因为也是因为反贼打牌的问题 所以我第一盘 我第一次看录像的时候 我也没有看懂身份啊 这里就涉及二号位置反贼 二号位置的这个菜刀杀曹丕的问题啊 曹 你这个小关章到底跳的是什么 这个如果说他是反贼小秒曹丕 就继续杀曹丕嘛 这干什么杀一刀就过呢 对吧 复魂判定又是成功的 然后曹丕这里翻了一个非常相反的吴国泰 好 大家看一下啊 寻遇 寻遇这里边他也去挂起武器杀曹丕 我 这里我第一次看录像的时候啊 我是这么标的啊 我给小关章调是终神 因为如果是反贼 完全可以秒曹丕的啊 那这元术这里面就是一个反贼 他把桃子扔了 张和也是很偏反的啊 这里边神将因为是内奸嘛 他这个直接把两个跳反的元术加寻遇连上 然后杀张和 也没有距离啊 也多手牌也多杀 其实神将直接是跳了一个内奸的神分 张和跳钟 大跌眼睛啊 当时有弹用了 杀了出不起 曹丕翻人 你偷奴啊 干什么这是 然后王毅这里边 我觉得他是反贼啊 他借刀都不用嘛 然后这里边小关章卖萌 对吧 勒布斯手也不用 直接喝酒过了 所以元术这里打问号了 这里可以考虑 寻遇可能就是一个忠臣啊 第一轮可能是装身份之类的 这里这个陆神将就直接杀了张和 那这个我们的忠臣就多一个了 五国太在曹丕区一般都是忠臣啊 一般都是反贼啊 选无过在当中的 那就是那什么了 然后这里边 寻遇给曹丕布牌彻底跳钟 小关章应该就是一个反贼 上来就贪心扶门 判定成功去杀了一道啊 先跳反了 我们这里就是神将在梦游 我也在梦游啊 全场吴国太 王毅都是白板 他们反贼之间在内耗 忠臣貌似也看不太懂身份了 这个玄域很萌的 不知道想什么 他就这么肯定 袁顺利是方骗呢 其实就是说啊 反贼啊 在曹丕区打来打去 最后你可能都要去打这个 都要去重新来打这个 逃避的忠臣啊 你可能刚开始秒曹丕没秒掉 后来又反过头来秒忠臣 你刀不敌等一轮 就直接秒他的忠臣 战盒当中真是不说什么了 王毅太逗了 没被劈就没被劈呗 还要再斟列一次 其实我觉得 他拆应该拆武器的啊 大家都在铁锁上边 一个属性杀多伤啊 然后这里边咱们神将 待会儿能连赢啊 这颗桃子 翻圆树没问题啊 因为小关章这边 他这个草皮有八卦 再一个草皮 可能还是有闪有桃子的 谁有加一马 小关章有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 这里就可以考虑 不救了反贼 因为还有取虎呢 桃子留着救王毅自己 也好吧 原树这边出桃救王毅了 玄遇这五股 绝对不应该开啊 因为现在呢 虽然说张合中 打不出什么很好的叔叔来 但是正是秒人 这么一个节奏 你这样给全场发桃子 没有什么意义啊 好我们看看到这回合 我们神将应该逆天了 他这里去拆张合了 因为可能考虑 主动方优势比较大 反对都残血啊 然后这里边 袁树这个无险 我不知道叔爸 看见这盘录像 他会不会后悔啊 为什么要把AK 换给我们的陆神将呢 难道是认为 陆续联赢不起来吗 这局比赛就没有然后了 陆神将联赢起来 连袁绍都会为他秒掉 就是连袁绍 他都挡不住啊 这里操批翻自己的忠诚也是对的啊 其实他可以考虑先翻张合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咱们看一下陆神将那天的表演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做了联名不决这战功了 反正我是自己做出来的 也是曾经来过AK 然后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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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都一百六七十级了 然后才出了这么一个战功 这是因为玄遇开了个五谷啊 给大家发了一堆桃子 要不的话陆神将能更早的灭掉这帮犯贼 这里边咱们先开无中吧 对吧把射牌都录到 再看看怎么做更好啊 然后他选择的去顺制捡一马了 偷偷小关招 都是名牌啊 无故拿的破烂 可是徐一场闪没有啊 要是死了死了 他这里边留了一把武器 我倒觉得刘青龙刀跟刘AK的意义差不多啊 好曹匹八卦给力啊 红了 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要说单挑的话啊 陆逊状态比较好 神装嘛 所以曹匹还是很难打赢他的啊 这里也不敢翻陆神将啊 AK为何呢 那我们这里就是看陆逊 只要陆逊不断杀 曹匹打陆逊还是挺难打的啊 初期能把他做掉就做掉了 毕竟曹匹这个顺手什么的是用不出去的啊 打陆逊 陆逊还不会被乐 哎呀妈呀 这还要虚报 陆神将这都要虚报啊 是我我就给他亮桃子啊 让曹匹拿自己的闪去火攻自己 对吧 就给他亮桃子 你拿闪火攻我的话 待会我就瞄你啊 这八卦都不判了 就为了连影 其实神将吧 如果他不掉血 手里卡桃的话 可能就是白板啊 摸两张牌出两张牌 很难连影起来的 王毅这里说 他觉得关爱当时钟啊 就是说 二号反贼上来杀那个曹匹 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我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挺难判断的吧 嗯 好了 恭喜他 这个神将又连影了 嗯 怎么说呢 陆逊当内啊 一般没有人仇视的 对不对 那我们娱乐娱乐嘛 娱乐自己娱乐大家 娱乐全场 联阳起来很给力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盘录像 这是一个忠诚主持角的 也是比较逆天啊 这盘录像很逗的 也是曹皮局 重重跟大家说啊 就是 嗯 我会选择流血啊 因为玄优的话 在曹皮局太像忠诚了 你这个位置靠后容易被盲居啊 容易被打酱油的 嗯 曹皮局吧 这个 二张这个名反的脸 对吧 贾许也比较偏反 但是前这位贾许 你当个忠诚也还好啊 上来开大 无脑开大 随便开玩笑的啊 我看过曹皮局二号假许 上来就开大的 挺逗的 然后这里边 大家给二张扔牌子 都可以认为是反贼啊 对不对 我觉得啊 就是二张当中没弄吗 原始终有点扔 那怎么这么多反贼啊 当然也是直接跳反的 二张跳中 那我们的这个曹皮局的审反 二张居然是忠诚啊 玄优也感叹 二张居然是忠 那是忠了 我们也得按他是忠打 对不对 这没有必要拆奶妈的啊 前边扔牌的这些 都是非常非常反的啊 你这个打奶妈不合适吧 他也许是觉得 内奸应该是假许元素之类的 所以这个奶妈不可能是忠诚 可能就这么想了吧 一大标呀 他是内奸 这个香香就非得选奶妈当内 没办法啊 好 然后这里就说 邓爱觉醒被翻 曹皮就直接去打邓爱了 桃园结义 然后贾许这个桃园开的挺蛋疼啊 有无限 这个时候开大啊 这个假许去把也挺蛋疼啊 我们看看就是曹皮这个桃子 不知道二张留给他的 还是这个曹皮自己藏的 那这就是拼夸色了 这里可以杀灯爱的呀 就是他这个玄优不知道为什么 就盯着奶妈打啊 明明应该杀灯爱的嘛 奶妈活着待会还能睡一下 这里草皮没办法了啊 终于全死了 他只能翻玄优 读一读 有其他爆发牌 然后很OK啊 我觉得啊 这里神用应该把AK挂出来嘛 把AK挂出来啊 你说一旦曹皮没翻 你怎么办 他哪知道你有AK啊 我有朋友说一句话啊 原主的灯爱 这是个神经病啊 我不知道这个灯爱怎么想的 读反接有元素 给元素送威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是不是 好 然后咱们这里应该就是赢了吧 学育这本还是被热的 你这无蟹就给曹皮打呗 你说你流无蟹干什么呀 然后这里边就就这么这样了 就过了 这盘呢 就是玄优的手气也是比较好 然后再就是说 我们逆天的二张中啊 什么没干 白板过啊 这个灯爱也是 你说后边有玄优 这么像忠诚 你跟人家决斗拼什么杀呀 你说你留张杀 回合外防满满都可以啊 能省一些试一些嘛 有的时候呢 三国沙这游戏 往往结局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大家选将选的比较稀奇葩 这局比赛也会打得特别的逗逼啊 大家就看个乐子吧 这局比赛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全场都是反贼啊 在我眼里 其实二张也是反贼的 然后在寻佑的眼里啊 拔好的这奶妈 其实也是反贼的 她觉得邓爱 身内间被打了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本局比赛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啊 能打输输的武将 像寻佑这种 能打输输的武将 她特别具有这个忠臣的属性 当忠臣真的很给力 好了 然后呢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看个欢乐吧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大家再见